中东战场的局势一直非常紧张,是利亚作为中东战场的主要国家,在战役中处于水深火热的局面,同时也引来了军事大国的觊觎,想要在续方身上得到一定的利益, 续政府一直是由俄方支持的,而续政府的敌人几版派武装是美方在支持,随着战事的变动,续政府在正义的号召下接连取的胜利,不出意外的话,很快就可以平定叛乱,实现统一大业,遗憾的是由于大国劲强大的军事力量,在支持着叛乱,续方面表示实现统一大业的任务还任中而道远, 据最新消息报道,美联军在近日对市政府控制的地区进行疯狂的袭击,造成市政府军伤亡惨重,作为市政府军坚实的盟友,而政府表示坐不住了,必须采取一定的举动,老牵制美军的疯狂进攻, 于是派遣出苏到35战机来阻挡美军,美军直接向南部的那名小人进行袭击,对幼小的孩童,弱小的妇女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, 而据报道指出,死亡人数还没有确定下来,随着报道的事实效策,死亡人数会不断的增加, 美军表示在战斗过程中造成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,没有必要进行赔偿, 但是,出于道义,民众是无辜的,美军的行为实在是有备于道义准则, 稍微欣慰的是俄方线两方就是政府,派遣的战机战斗力惊人, 使美军的袭击难度上升,缓解了续政府军的压力,加上续政府军的应用抵抗, 局势逐渐明朗,然而续政府军在松一口气的同时却迎来了新的灾难, 美军反咬一口,表示俄军在战斗过程中造成伤亡, 还呼吁停止帮助市政府。